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藏金阁,我是酋长 今天给大家讲一腾入二经缘集里 双一的故事,双一的字意诅咒 双一是个有点呆萌的英语小男孩 不单无比的自恋,还从小会点法术 喜欢给人整骨,最擅长的就是人偶诅咒 人家容嬷嬷也就拿针渣掌 这家伙用的却是钢钉 钢钉一锤子下去,他讨厌的同学就会肚子挡 据说他嘴里总含着钢钉这事 是因为他天生贫血,这就叫吃啥补啥 一腾入二最早创作这个人物的时候 本来想让他嘴里含着钢珠 后来觉得不如钢钉更有冲击力 索性就改成了现在的设定 他往树上歇钉子的行为 得罪了公园管理员王大爷 王大爷最喜爱这些山树 谁在树林里搞破坏,就一定会严厉的惩罚谁 这天双一放学回家的路上 从树林里挖出一只冬眠的蛤蟆 他觉得蛤蟆睡在冰冷的土里有点太可怜 就想给他一个温暖的家 没事还能跟他唠唠嗑做个游戏啥的 双一家是个大家庭 家里有爷爷爸爸妈妈 还有一个哥哥名叫公医 一个姐姐名叫沙尤里 他在家里是个异类 大家一起其乐融融看电视的时候 他却觉得很无聊 那他的性格是随谁呢 正确答案是他奶奶 在原众漫画中 奶奶在当地是个有名的怪人 而且是个乌鸦嘴 曾经预言 妈妈的第三个孩子会流产 结果妈妈怀上双一的时候 他又说怀的是个双胞胎 可实际只生下双一后 奶奶硬说妈妈生了两个孩子 哥哥叫双一 弟弟叫双二 还反问大家 你们难道都看不到吗 后来奶奶有一次带着双二溜弯的时候 就再也没回来 全家找了许久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只有在双一生日的那天才回来过一次 好了说我奶奶和双二 咱们继续说家里的其他孩子 姐姐沙尤里总是埋态双一 双一为了报复 就拿蛤蟆恶心姐姐 但是有大哥公医管着 他也不敢太放肆 只是会洋洋得意的说 我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智商是你们这些普通人的一辈 不对 是一辈的一辈 公医拜托他去查下词点 学校里有人打架 他就有了新的组织对象 人偶埋进了图里 那个同学就消失了 当王大爷无意间看到的时候 那哥们已经冬眠了好几天 还好人没事 就是啥也不记得了 双一很生气 本想让他冬眠到开春呢 看着眼前的三个同学 他又有了新的想法 我们根据他们身上衣服的颜色 就叫他们小红小黄小蓝吧 他发现 小红和小蓝聊得很开心 但小红和小黄没咋说话 于是他大胆地推测 小红肯定是做了 让小黄尴尬的事情 小黄的内心 一定是特别憎恨小红 最后他找到小黄 说小红的事情包给我了 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 小黄被搞得莫名其妙 心想这孩子脑袋 是不是被驴给踢了 那用什么方法整骨小红呢 双一暂时没想好 只能先回家找找灵感 在家里他发现了一只大蜘蛛 于是迫不及待地调戏自己的姐姐 姐姐被吓得哇哇大叫 公衣又及时地出现了 让他赶紧扔了 双一不肯 说 原来双一怕蜘蛛啊 终于他带着内心的恐惧 找到了整骨别人的创意 我猜一成二在创作的时候 肯定提前收集了各种让人害怕的东西 并把这种恐惧无限放大 才有了他的那些奇思妙想 有人有密集恐惧症 有人有幽臂恐惧症 有人恐高 有人孕血 有人从来不敢坐电梯 有人受不了尖锐物体 而我的恐惧跟别人不太一样 就是看到有人遭受痛苦时 我身上对应的地方也会不舒服 譬如有人正在伤害 话说双一来到了学校 他先是通过人偶让小红肚子疼 也不知道为啥小红换成蓝衣服 反正不重要 他着急上厕所 刚要释放 突然又不疼了 正准备回去的时候 门却打不开了 厕所里太吵了 他决定狗急跳墙 抬头一看 我的妈呀 当人们找到他时 却发现他满身缠的都是厕纸 双一的这次计划 还是蛮成功的 于是他找到小黄邀功 嘴上说 你看我也不是那些 要钱要谢礼的吝啬小人 手却大方地伸了出去 小黄自然又是一脸懵 看小黄这么不通人情事故 于是双一决定向他复仇 他先是捏着嗓子 打电话告诉小黄 你中奖了 欢迎来公园聊领奖详情 先不说他的嗓音 一下子就被小黄识破了 请问 哪里有到公园领奖的呢 不过小黄竟然答应了 因为他想知道 双一究竟要耍什么花样 正在等双一的时候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突然来了一个 酷似瘦术的长腿优伐 其实这个欧巴就是双一 只不过是踩着高桥来的 谁知他没这么开始嘚瑟 就被王大爷设的陷阱给绊倒了 小黄发现 这只不过又是一场恶作剂后 嫌弃的走了 留下双一一个人在风中飘摇 然而最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王大爷自时从小树林里钻了出来 他老人家手里还练着一个板斧 斧二是贼俩 估计平时没少拿他修脚 大爷阴阴森森的走过出来 大吼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 还得说是血浓于水 工医恰如其分的出现了 说你这个糟了头子坏得很 既然设计陷阱来害人 咱们一起去警察局走一趟吧 王大爷似乎觉得理亏 也就放了他们 就这样 双一被哥哥救走了 落寞的双一回到家后 准备找自己心爱的蛤蟆 速速中场 干嘛家 好了本话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想大家对于双一 也有了大概的了解 那这么一个整天 喜欢恶作剧的熊孩子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呢 其实双一就是我们内心小的缩影 他总是想干坏事又干不成 想耀武扬威又会秒怂 往往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相比一腾热的其他人物 譬如富江那种蛇蟹美人 双一简直就是大家眼中的小可爱了 就像我们每一个人 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 还有投币点赞转发什么的 双一也是一样 如果得不到就会诅咒你 他就是个缺爱的熊孩子 其实心地还是蛮善良的 我记得有一集 爷爷似乎知道大线已到 要给自己打造一口棺材 双一非让爷爷也给他打造一口 还得是吸血鬼样式的 爷爷又不看美剧 怎晓得吸血鬼的棺材长啥样 双一却不依不饶 爷爷在打造第三口棺材时就去世了 随后遗体被火化 诡异的是火化后竟然没有半点骨灰 但每到晚上 爷爷都会出现在地下室 继续给双一造棺材 双一每次都故意说重做 好像一旦说了OK 爷爷就真的死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咱们继续讲双一 但是会增加一个新的角色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时尚模特 渊小姐 据说他跟双一结了婚有了孩子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咱们下期再见 白了个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